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現在疫情越來越嚴重 但大家只要做一件事情呢 就可以很大幅度防止這件事情的擴散 就是戴上口罩 雖然在麥克風的事件裡面呢 沒有這個疫情危機 但是我們在這邊呢 一樣可以戴上我們的口罩來防止 其他的危害 這邊呢,只要限加地毯 就可以得到了一個口罩 這口罩呢,我們可以直接戴上去 有沒有,這樣戴好之後是不是覺得很安心呢 把你的鼻子跟嘴巴全部遮住 就像這樣子 那如果你的頭比較大一點呢 這邊也有大厚的口罩 Size比較大,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太大的Size,我這樣 呃,好像也戴得住耶 現在也可以 但是旁邊好像有點鬆 這個有點鬆的地方就不太好 可能會讓那個空氣進去 那這邊盡量呢,把它貼密一點 所以我們大概頭比較小啦,戴這個小一點的 那頭比較大可以戴大一點的 所以口罩要適合你的這個尺寸喔 那除了玩家可以戴上口罩之外呢 這些怪物殭屍們 是不是也要戴上口罩 這邊他也會變成一個破口 那現在在白天呢,開始燃燒 但是如果他戴上口罩的話 也許可以避免這個狀況嗎 還有殭屍村民 也戴上口罩試一下 有沒有 喔,不過殭屍村民這個口罩戴的不是很好喔 他鼻子太大,整個漏出來了 他已經變成眼罩了,不對 你戴錯地方了 完全戴錯地方了 這個就是錯誤示範好不好 像這個殭屍就很棒 所以他已經不會燃燒 他已經不會被燒死了 這個就很棒 那這邊掠奪者 衛道士 還有換魔者 這邊可以戴上口罩嗎 來大家戴戴看 好像戴得很好喔 這邊也村民都還好 喔不過這個鼻子漏出來了,鼻子太大 就比較麻煩 他們鼻子其實都漏出來了耶 完全蓋不住 鼻子太大 啊,這可能就危險了 那還有這個珠布林 珠布林蠻兵 這兩位也可以戴上口罩嗎 不行,他們鼻子也太大了 他們的鼻子整個漏出來 這個可能就不太可以 他們也會陷入危險了 那骷髏們能不能完美的戴上我們的口罩呢 來試試看 戴上 唉唷 好像可以喔 凋零都戴得這麼好 他那麼大隻也戴得很好 然後凋零 喔,骷髏也可以喔 他也好好的戴上了 雖然我不知道骷髏有沒有鼻子 也需不需要呼吸啊 但是他還是好好戴上了 那還有誰可以好好戴上口罩呢 陳絲 你戴得上嗎 啊可以 殭屍系的都很乖 都戴得很好 那村民的話有一個問題就是 鼻子太大只會戴到眼睛上 這個就不行 這個真的不ok 再來就是流浪商人你戴得上嗎 流浪商人 戴上是戴上 但是鼻子也太大 跟衛造師他們有點像 所以好像沒戴好啊 再來是女巫 女巫鼻子也很大 大概也戴不上 不對 女巫根本不戴 他完全不戴口罩啊 這個不行 解決他 再來還有誰可以好好戴上呢 苦力怕 苦力怕 這可能沒有鼻子嗎 不過嘴巴應該還在 不過苦力怕 戴不上口罩有點可惜 那再來是 Anderman Anderman你戴得上嗎 Anderman好像 也是沒有口鼻的感覺 不過戴不上 他也無法戴 那這幾位已經為大家示範了 如何戴上口罩了 我們都戴上了 那你呢 一起來守護一個健康的環境吧 沒事不要外出 外出記得戴口罩喔